嗨 欢迎来到 阿Kiyo & Miya Channel 好久不见 真的是 哇 这个整段NCO 我们都没有拍过影片 然后到今天我们终于合体了 YES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他聊聊 关于爱情观的这个素材 对 一起来探讨一下 姐弟恋 其实呢 姐弟恋已经是在这个社会上 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 很多人也正在姐弟恋当中 今天我就在我的IG上面 post了一个就是Q&A的 对于姐弟恋有什么看法 还是你们是正在姐弟恋 还是已经开花结果 有家庭有孩子了的姐弟恋呢 然后我也收到很多很多的留言 就是告诉我 其实我觉得姐弟恋没有怎样 就互相配合比较重要 然后也有negative不好的 大多数呢 大家都满赞 在爱情里面呢 身高 年龄 距离 并不是一个问题 对 性格还有配合度 对 你自己本身是能够接受姐弟恋吗 要看年纪 如果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是非常抗拒姐弟恋的 因为我印象中我中学 还有我刚 对咯 中学的时候 蛮多 你可以自爆一下吧 你看他就是不要自爆 我真的以前追我的男生都是小狗的 小多少岁 两岁吧 因为我有弟弟 中学的时候你看你的弟弟 你会觉得我很幼稚 我现在这个年纪的话 大家要是工作了 在社会的话 你问我可不可以姐弟恋的话 我觉得是ok没有问题 然后我觉得 现在很流行小奶狗啊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是可以接受姐弟恋的 但是我不能接受超过五岁 年纪差多过五岁啦 就代表这男孩子会被这女生哑着 然后所以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不太喜欢 以前的以前的 来看看下网友们呢 对于姐弟恋的看法 before我做research之前 我是没有去了解姐弟恋这个事情 因为对我来讲 只是年纪上的差距 姐姐我是有实行过的 哦 是啊 哇 待会再跟大家讲故事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个 她讲她刚刚的男朋友是姐弟恋 然后她男朋友爱面子 然后不做工一直跟她拿钱 然后要她买这个买那个 然后到最后 就她分手了 又新来又再回一起 可能一开始就是姐姐会觉得 哦 我有经济能力 买一些东西送给我的男朋友 她就久而久之就会觉得 利索当然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姐弟恋 其实很多我们交往的对象 如果你有习惯性送东西给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会习惯性给他钱 他就会成了习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 可能也是有一点的 你宠爱一个人是没有错 你有那个能力 或者你真的是很爱他 你觉得想要把他喜欢的东西送给他 可是收礼物的人要去自主 要去感恩 要去就是觉得对方工作那么辛苦 还愿意花钱买这个给我 而不是要更多东西 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 把青春跟钱都赔上 因为这样子人我觉得 他也没有伤心在对你 你想想改次有小朋友的时候 你要自己又养他又养孩子 我觉得就有点辛苦了 相差四年 六年前因为家人的关系反对 然后分说啦 六年过后 又不懂为什么原因再会一起 然后一起很多年了 这叫做缘分咯 缘分咯 对咯 所以就真的是有家人反对 可能年纪比较小啦 那时候还在念书 还是女的工作然后男的念书 所以就被反对 我是觉得啦 只要是两个有出道社会工作 累积社会上的经验啊 年龄并不是一个问题 对对对 最重要就是薪资 我有认识一些男生小过我 可是他真的是想法 呦这倒不行 也有男生就是特别稳重 比大过我的男生想法稳重 所以我觉得还是到最后看性格 看你遇到怎样的男生 好 这边有一个沙堂很浪漫的 明明自己是小弟弟 却装作自己是霸道总裁 跟他在一起每一天都很开心 很理智 重点是我们都很可爱 活在偶像剧当中 他写这段话我可以感觉到 他真的很开心 很甜蜜的一段念情啦 希望你们可以幸福啦 开花结果 第二任男友小我四年 当时我一分薪水养两个人 他不务正业 我也甘愿爱他 最后他出轨收拾 哇 女朋友 不介意养你 你还爱出轨 我觉得这男人真的是要 就是意思是说 用他女朋友赚你的钱 去养小三 贴给小三 不是说小过年男生 他一定会出轨还是什么 可是就算狗门童年 大过门男生也会出轨 所以根本就是性格 跟他心理上的成熟度 不是年级的关系 我觉得最重要是想法啦 对 然后有个 我男友比我小六岁 却给我满满的安全感 哇 你们一直在那边放伞是吗 要伞食 OK啦 我是姐弟年 相差三岁一开始还蛮辛苦的 感觉就像是妈妈在教孩子 我相信啦 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练母癖的男生 蛤 就是他们会很想要找一个像妈妈一样的女朋友来照顾他 他们会觉得自己被照顾是有那种被爱的感觉 缺乏母爱 男年纪小过他嘛 就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所以他会感觉上要带着他这样子 哼 我生气 然后男生就讲 蛤 你生气什么 就是他没有那种经验 就是我女的生气就是要你去淌他 我跟我老公差三岁 他比我小 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母 可是感觉我比他小 哇 就是说他老公成熟稳重 给他老婆满满的安全感 我觉得其实成熟稳重的男人 其实跟他的家庭背景也是很有关系的 譬如说可能他的家庭教育 爸妈真的是有好好教导他的老公 一个男人必须要担当 要顾家 其实跟家庭背景很有影响 对 啊有一个人好像 笑了我肚子抱 不好吧 生出来的孩子会畸形 就他搞错我们的意思了 可能他觉得是亲兄弟姐妹 可是不是不是 对不起 不是这个 这个写不好 感叹好 像妈妈在带孩子 现在多数都是女尊男辈 有些想要我们这边贴钱做生意 根本是谈钱不谈心 哇 这个很hurt勒 你知道女生对你有意思 很多事情都会愿意去 不理这样多 当你遇到一些男生 他不会去appreciate 就是利用你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最薪碎 因为他们会想到说 什么省事念工是吗 对 你刚才在家就跟你谈生意啊 聊一些就是关于钱财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还是避免会比较好啊 反而保持朋友关系 嗯 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啦 他曾经呢 就是有谈过一场姐弟恋 好像有谈上好几年了 然后呢 那个男生当时候还在 念大学 我的朋友他就是 出来社会工作了的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那男的十八十九岁 然后我朋友是接近快要三十的 已经三十了 啊 身边的朋友就想说 你真的想清楚 要跟这个男生一起啊 女生嘛 还是抱有那种 希望就觉得 啊 一定会走到去结婚这样 可是我们身边的朋友觉得 这男孩子 他还没有踏入这个社会 去接触更多 你不会知道 哎 自己适合是怎样的一个人 或者生活 你懂 当时候他们就很坚信哦 两个人的感情 可以走到很远 对 然后男的也 Promise有很多事情 就懂毕业会结婚啊 有的没的这样子 对 那当然女生的话 一般上恋爱总 真的会相信对方 因为你感觉到他 真的是有用心 在跟你说这些话 后来又做到 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未来的 那你的就是等他 等到他毕业 你看有多少年 你算下有多少年了 差不多有六五年吧 我觉得 你青春已经是没有了 然后后来男的 就外面也是搞三搞四 也是小船收场 对对 所以真的 Hard broken Oh no 我觉得出来社会了的女人 找一个正在读书的男生 是比较危险一点 如果女生 你真的是要走到结婚这个地步 我觉得好像在下一个赌注这样 有些女人真的是很有能力 她觉得没关系 我觉得我男朋友比我小 她经济的人没有比我多 可是很体贴 她对我很好 很忠心 很诚恳 这样我觉得OK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到最后还是以自己的舒适度来跟个人谈恋爱更好 那我在韩国留学的时候呢 我就谈了一场姐弟恋 然后对方的是小过我三年 当时候呢 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找到一个韩国欧巴来谈恋爱的 但没想到我是找到不同国家 你不要讲是什么国家OK 我不要讲什么国家 但是就是外国人 阳长 不是阳长啦 我发现其实跟小过我的男生真的是有点难沟通 因为毕竟还在很爱玩的那个年龄 可是我在想后来是因为成长环境不一样 我们的文化不一样 我觉得文化不一样 所以我看到那个我觉得是文化不一样 多过她年纪上的一个问题 但年纪上也是有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我照顾她多过她照顾我 但是我很庆幸的是这个男的 他就不是说要我贴钱的 因为我们留学嘛 都是AA字 但是至少在金钱上面 他很主动的 会比较感觉舒服 在与这一部分啦 有时候就是他很懒惰 就是会躺在床上打击的那种 然后所有的家务就是我在做 所以我就觉得很累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上咯 可能她就觉得女生应该去做的 我想过如果我真的很有钱很有钱 但是我没有对象的话 我会想要笑 就是要你钱不是真的是爱你的我OK吗 就如果有别的人更有钱 叫她去她就去了咯 让她去咯 我再找你来搞 老公怎样办 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想象中我们还是单身 这支影片里面我们是单身的OK 在姐弟恋当中的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甜甜蜜蜜 开花结果 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关于你们的姐弟恋的故事 或者你到底是赞同还是不赞同姐弟恋都OK 没有问题大家互相交流 那我们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决定在每逢星期二八点晚上会准时上传我们的新影片 大家记得来看咯 记得要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 好啦那当然大家也可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啦 那到时候有新影片我们也是会share在我们的IG story 大家可以swap去看 大家这个疫情邀请洗手 还有找出门咯 拜拜 拜拜